每打完一款大制作游戏 你会不会停下来看看结束后的字幕 在中国由于占据市场的游戏 大部分都是网游 很少能看到结尾有专门的制作人员名单 而这次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到来 终于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看看制作人员的名字了 而且这次是满屏的汉字在滚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黑神话悟空的特别明显名单中 共有28个名字 这些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出现 里面有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人物 总的来说 在被鸣谢者所属公司中 目测腾讯占比最大 既有集团高级副总裁 马小易 也包括几大工作室群总裁 此外网易 莉莉斯等公司的开发者们也有列席 对于玩家而言 这些名字可能有些陌生 但游戏从业者可以很轻易地发现 他们涵盖了国内最优秀的游戏公司 代表着国内最顶级的资源 包括经验商业关系 开发资源和技术能力 完全可以想象 在游戏的开发过程中 这些人或多或少 以个人或公司身份 对黑神话悟空提供了帮助 从这个意义上说 黑神话悟空 承载着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的希望 也获得了几乎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的帮助 小编整理了特别鸣谢中的人员名单 并对名单中提到的人身份进行了猜测 当然因为没有验证 因此小编不能保证名单中的身份完全准确 比如刘伟 同名人确实比较多 严谨其见 每个人的身份说明 都用了疑似开头 但我们尽量保证找到可能性最大的人 陈宇 一位腾讯光子工作室群总裁 游戏科学创始人 之前的斗战神 是在腾讯量子工作室开发完成的 当时量子工作室的负责人就是陈宇 2014年腾讯游戏实施改组 量子工作室并入光子工作室群 高世明 一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黑神话悟空制作团队核心人员杨琪 是中国美术学院2003级油画专业学生 也有报道称杨琪目前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 吴志鹏 一位网易集团高级副总裁 网易雷火游戏事业群负责人 雷火游戏的代表作品包括 《溺水寒》 《永结无间》 《倩女幽魂》等 李明 疑似腾讯王者荣耀制作人 李纳川 一位腾讯游戏国内商务部负责人 刘伟 一位米哈游联合创始人 总裁及董事长 刘志鹏 一位曾负责腾讯护语斗战神品牌工作 马骏 同名人士过多难以确认 但较有可能的是上海换为数码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流程技术总监 流程技术总监的职能 是整合某个项目中所有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流程及技术工具 马小一 一位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护语负责人之一 钱庚 一位腾讯PC游戏平台部及大家熟知的VGame负责人 任宇欣 一位腾讯集团COO 唐斌森 一位知名星通创始人 饮品元气森林创始人 王陈帆 一位英雄体育全球事业群总裁 王信文 一位莉莉斯游戏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王艳直 一位盖亚网络创始人 CEO 盖亚网络发行的游戏作品 包括《倒塔传奇》 《巫师之昆特牌》等 王仪 一位网易公司高级副总裁 吴丹 一位英雄游戏CEO 英雄游戏是游戏科学最早的投资者 宣学军 一位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副院长 严寿 一位浅字节跳动副总裁 游戏产业负责人 杨斌 未知 杨明 一位腾讯护语新领域探索运负责人 姚小光 一位腾讯公司副总裁 天美工作室群总裁 他是中国最资深的游戏制作人之一 应书领 一位英雄护语创始人董事长 及英雄体育VSPO董事长 于海鹏 一位腾讯北极光工作室总裁 北极光工作室的代表作包括 天涯明月刀 于瑶 未知 张寒继 一位腾讯魔方工作室群负责人 魔方工作室群的代表作品包括 暗区突围 火影忍者手游等 赵辉 未知 朱迅杰 未知 而在片尾名单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游戏科学精确的员工数字 从2018年游戏立项之初 团队仅有13人 直到2020年 团队总人数也不过51人 2020年8月20日 第一支PV放出 其后游戏科学进入了相对堆量的阶段 但尽管如此 2020至2022年加入的员工数量也不过90人 最终团队规模仅为140人左右 140人 7年 从领经验开始起步 做出这样体量和质量的作品 这是恐怖到几乎超越常识的事情 要知道 现在随便一个像样的游戏 核心开发人员至少300人起 当然了 这其中也不乏大量外部人员 我们能在合作伙伴中 看到所有参与游戏的外部企业人员名单 包括Epic Games的技术工作者27人 上海将士提供的动效工作者30人 同时 外部的美术工作者大致有47人 包括上海U群公司的9名美术工作者 和南京图形科学的38名美术工作者 除此之外 北京8082音频工作室的37名音频工作者 和南京梦语三维技术的17名3D特效工作者 也参与其中 游戏中的所有过场动画 也都分包给了国内最优秀的动画人来负责 参与动画制作的外部员工粗略估计有64人 包括了经常为头部厂商提供3D动画内容制作 曾参与出品绝技 并打造原创动画电影 《妈妈咪亚》的江苏原力动画 以及各大经验丰富的工作室 可以这么说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是巧合也是必然 因为这只猴子承载了所有有着游戏梦的中国人 谁能想到就在黑神话悟空口碑爆表 销量突破1000万分的时候 8月23日上午 一条黑神话悟空疑似抄袭的热搜也爆了 而且这次提出质疑的还不止一位 一位博主南山禅在微博发帖表示 悟空您好 在使用猴哥的图片时未告之本人 看到请联系 谢谢 透过上述的配图中可以看到 该博主将自己拍摄的两张照片 与黑神话悟空游戏中的画面进行对比 可见游戏画面中建模的雕像 与拍摄的实景照片 在角度细节光源上均有不少相似之处 他指出游戏原画中有两处佛像雕塑 与来自其出版的独冠天下山西高屏铁服似造像中的两张摄影照非常相似 照片均拍摄于2017年 同一天 三级工艺大师资格证持有者的博主玄流108也发文表示 又被抄袭了 原创有那么难吗 在该博主的配图中指出 黑神话悟空的游戏角色杨简所佩戴的 毕沟与其设计的作品 宋明通用型细致毕沟的外观颇为相似 而且放出链接 指明这是四年前的作品 8月22日晚上 国画博主赛尚李云中也在微博中表示 其实我已发现 黑神话有借鉴我作品的几处证据 并在其账号上发布了一组对照图 分别为黑神话悟空中的大圣残躯片截图 和他本人在2012年出版的 西游记人物图谱中绘制的插图 透过对比图片可以看到 两版孙悟空的画面的动态确实非常相似 博主也表示 好像是给我画的孙悟空 换了身装备 部分网友认为 画出相似的姿势动态可能会存在 但脚踝外翻的角度 双腿开合度 双膝之间的高度差 腰胸和膝盖的关系角度 头颈和胸的位置关系 不可能全都巧合一样 看完这些 网上瞬间炸开了锅 很多网友认为 这些博主是来蹭热度的 古建筑人人都能画 不存在抄袭行为 还有网友晒出了各种证据截图 包括同款雕塑和同款动态 对于这一系列的质疑 网友意见不一 有网友表示 黑神话悟空没有抄袭 提出 李中云也是借鉴80年代 戏游记连环画 喜欢玩抽象的人 幽默地喊话 给吴承恩交板税 还有人调侃 让山西省去告黑神话 也有玩家 真着急 让别黑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表示 这涉嫌抄袭了 其一 摄影师拍的实物图有版权 其二 姿势形态的相似度问题 细致到双腿开合度 双膝之间高度差 也有人认为 应该直接拿起 法律的武器维权 而不是在网络上挑起纷争 认为有层热度之嫌等等 小编也是咨询了一下 律师朋友 律师介绍说 根据目前三位博主 发布的内容 落实侵权行为 首先要确定 博主作品的原创性和独创性 当下市面上 关于西游记相关题材的 内容繁杂 现存的相关人物造型 和服装设计较多 其中 两位博主所展示的作品 和游戏创作者 都对以往西游记 及其延伸作品 进行了借鉴和二次创作 他个人更倾向于 不构成抄袭 而对于博主 南山禅发布的摄影作品 虽符合法律层面的作品 但目前相关佛像 现存完好 不易界定游戏中 是否直接使用 其照片进行复制 但如果被证实侵权 游戏方将会面临 要求停止运营这款游戏 或将相关构成侵权的 要素进行整改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黑神话悟空 是真的抄袭了 还是某些人想曾热度 故意抹黑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 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也很明显